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党媒高层各派权力的此消彼长 内斗纷争的潮起潮落 已经成为高层权力终极保卫战的一道风景 目前中共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救火两大失策路线上 出现了相互交替 齐头并进的态势 李克强等在党媒上的势头似乎越来越强势 但习近平的惯性罢评也毫不示弱 不过有分析认为 抢在二把手李克强之前 习近平已经先动手了 海外时评人士简易专门分析 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紧急召开十万人大会 罕见的阵容 庞大的人数 引发人们的热议 很多人对此解读为 李克强在扮演了十年最弱势总理的最后时刻 似乎要来个十年不飞 一飞冲天 然而就在李克强召开会议之前 倒霉新华社的一篇通稿 于25日的凌晨 紧急发往各大喉舌 这篇通稿的大意是 世界很动荡 疫情很严重 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重 习近平洞察大事 把握趋势 再做出重要指示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由此可见 在李克强开会之前 习近平已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中共全党打了招呼 看上去 各地的省委书记们对此心理神会 这一点从彭博社的报道就可以看出端倪 彭博社26日援引8名中共省级官员透露 认为李克强说的没有用 这还没完 中共国务院主办的中央直属党报《经济日报》 与李克强召开10万人大会当天深夜时分 突然发表题为 全面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的编辑部评论文章 对李克强讲话进行否定 此日各大官媒均进行了全文转载 这无疑是对李克强进行公开难堪 文章认为 很多人可能认为李克强的这次10万人大会很重要 不过中共的官员们或许认为 25日凌晨和深夜的这两篇文章更重要 不过 对于中南海最高层矛盾的日益公开化 万媒博主师化 在习近平什么时候动手的文章中写道 习近平至今没有动手 让千百万苦苦等候习皇帝登基的拥习大军大失所望的关键在于 习还没有胜算 文章分析对比一下老毛是怎么专权的 从40年代到60年代 毛没有停止过酝酿党内斗争 整肃清算政治对手 这得益于那个时代信息落后 物质生活水平低下 一般民众没有具体的利益诉求 十分适合被愚弄和操纵 习近平的新时代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国门已开 明智已起 再复制同样的动作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这一边 万一一步踩错 全盘皆输 比如宣布李克强为投降派妹妹卖国 撤销职务隔离审查 结果谁预料得到 文章认为习最近的大动作就是动态清零 这个动作的本来目的是实行半军管 扩大权势范围 清除不听话的各级官员 实际效果却引来怨声灾道 和自己无法收场 哪怕换一个思路召开全国十万人视频大会 宣布动态清零圆满成功 自今日起全面解封重振经济 那也要比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好的多 可惜无论境界或胆破 它都不是那块料 更何况已被李克强拔了头筹 文章最后写道 有人以为到了最后关头 狗急跳墙 习会孤注一掷 对外宣战 或强行占领金门马祖 或向美国航母编队发射导弹 根据现有情势那都不可能 一些还抱有幻想 以为二十大临近前 习近平一定会有大动作的朋友 显然是想多了 如果真有大动作 哪会等到现在呢 近年来 中共当局不断被指控 害入他国的政府系统 窃取情报 偷取核心机密 又经常高举民族主义大旗 出征不同意见者 中共真的有那么什么 经济学人刊文认为 仅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 就看得出 中共情报系统显然大翻车 而且中共收买的间谍 大都是边缘人 难以掌握实情 尤其对台渗透 无法触及掌权跟政策决策者 只接触支持统一的人 这样的人会提供 与习近平意见相左的观点吗 这也是中南海 常常误判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人分析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2月4日北京冬奥期间 会晤习近平 也许普京有事先提示过席 但中共中乌大使馆 一度建议中国侨民 待在家里就好 或者在车上挂上五星旗 结果完全误判 显示中共当局 没有为三周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好准备 严重的情报失误 令许多西方政府得出结论 中共的间谍 不像对外宣传的那么厉害 报道分析 中共当局近年来 确实扩大了间谍活动和能力 主要集中在窃取其 寻求主导的行业的技术 例如机器人 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 但也有专家表示 北京对国防和商业技术的关注 使其失去洞悉外国资本决策的能力 另外一个盲点就是情报分析能力 中共官员可能会回避传递 与习近平的想法冲突的信息 而且中共倾向于延览边缘人物 例如退休的外国官员或学者 加上中共间谍业务水准频频 没有企图隐藏行动 也使得中共难以瞄准目标 此外报道还特别提及台翻 若北京要攻台 中共就需要情报来判断美国的干预行动 但中共间谍只跟支持统一的人接触 而非现在掌权者 可能难以预测美国在危机中的举措 即使中共情报系统判断对了 问题依然存在 他们是否敢提供与习近平意见相左的观点 无论如何 结果都可能是致命的误判 6月3日 上海一核酸点被砸 涉事男子被处罚登上百度热搜 引起了墙内民众的关注和热议 网民纷纷借机吐槽 述说自己被逼频繁测核酸的遭遇 据墙内媒体《萧香晨报》报道 自1日起上海普陀区长峰街道 宁下路287号的小停车场 设置了常态化核酸采集点 被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部人员测核酸 一日完周边小区的居民 社会面流动人员等 汇聚此采集点采样 造成了核酸检测需求量超负荷 试管准备不够 随后 居委会官员通知后续人员不要再排队 一位居民对此表示不满 将路障扔向检测点 便掀翻了检测点的桌子 采集好的核酸样本散落地上 随后 该居民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 以寻衅滋事行政处罚 三日下午 这条新闻登上了百度热搜 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不少人同情该男子的同时 为其点赞 许多网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人家排了两个小时 结果一堆人都不能坐 怪人来得多 怪人寻衅滋事 这是寻衅滋事 还是官逼民法呢 只要经历过排队核酸超过一小时 就懂那种焦虑烦躁 既然要核酸才能上班 进出小区 那就按以前工厂那样 三班制吧 24小时的 不然上班的哪里有时间排队 以前一个小区一个核酸点 现在四个小区去一个点排队 没有一天的排队时间 在40分钟以内 要你注意防护 又要你每两天一聚集 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 据报道 中共防疫精灵政策下 各地实行核酸检测常态化 目前在深圳 西安北京等城市 48小时核酸证明 已成为市民出行的必备 如果没有 就无法上班 上学 坐车 买菜 中国副全创办人张晶 三日刊文说 中共强权制下 民众为了能够上班挣钱 不得不自己掏钱去做核酸 来证明自己是阴性 一旦不做 核酸就寸步难行 甚至还要被拘留 抓捕的风险 当局 无休止地折腾民众 搜刮名指 挤压民众的生存空间 中共为了二十大 维本的疫情紧急状态 到底能够持续到哪一天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家中国芯片制造商 持有的一家荷兰公司 去年买下了英国一个神秘的芯片工厂 如今在美国表明反对这起收购案后 英国政府展开调查工作 有可能造成交易解除 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笔交易是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公司 安氏半导体 去年7月以约8000万美元 买下位于威尔斯港市纽波特的 纽波特芯片制造厂 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 近几周告诉英国官员 如果这座工厂能回到英国手中 将有助英国成为电动车 所需重要芯片的制造中心 尽管这名外交官并未要求英国取消交易 但他表明美国乐见如此 报道指出 英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对这起交易展开调查 是因为近期获得新权力 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 对外国收购案进行调查 甚至可肃及既往 文泰科技的总部在中国浙江省 根据中国产业数据研究公司调查 它的22%股份可追溯至 中共政府的实体或国有企业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漫威主播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